鸡是一种常见的家禽,是人类饲养的重要家畜之一 它们的身体覆盖着羽毛,有两只翅膀和两条腿 而且非常善于行走和奔跑 鸡可以生蛋,一般都是母鸡下蛋 鸡蛋是一种非常营养丰富的食物 内含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对身体非常有益 此外,鸡肉也是一种很受欢迎的食物 可以煮、炸、烤等多种方式食用 在农村地区,人们经常饲养鸡来供应自己的食物需求 而在城市里,鸡肉和鸡蛋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食品 可以在超市和市场中购买到 鸡的种类非常多,以下是一些比较常见的品种 土鸡,也叫做本土鸡 是各地区域所饲养的原生鸡种 土鸡的肉质比较有弹性 较少油脂,而且口感比较香浓 蛋鸡,主要用来生产鸡蛋的品种 包刮来有,罗德导红,普通白蛋鸡等 肉鸡,主要用来生产鸡肉的品种 包刮科布,可可鲜肉鸡,肉用白鱼鸡等 烤鸡,一种用来烤制的品种 主要有,黄油鸡,孔雀鸡,广东烤鸡等 种鸡,主要用来繁殖新一代的品种 包刮结析,莱比羊,心寒不下红等 这些品种的特点和适用情况都不一样 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饲养不同的鸡种 关于鸡,以下是一些详细的介绍 身体结构,鸡的身体结构非常简单 主要由头,躯干,翅膀和腿组成 它们的头部有一个圆形的绘 两只小眼睛和一对细长的耳朵 鸡的身体覆盖着羽毛 并且有两只翅膀和两条腿 鸡腿上有鳞片和爪子 可以很好的抓地和行走 食物需求,鸡是杂食性动物 可以吃许多不同的东西 包刮虫子、蚁、蚯蚓、植物的种子和果实等 在人工饲养的情况下 人们会给鸡各种类型的食物 例如面包蟹、蛋壳、蔬菜等 此外,鸡还需要足够的水分 来保持身体的正常运作 繁殖生长 鸡通常在6个月到1岁左右达到性成熟 并且可以开始产蛋 它们的生长速度非常快 一般在6到8周内 就可以达到出售的标准体重 重要性 鸡是人类饲养的重要家畜之一 不仅可以提供肉食和蛋白质 还可以提供鸟粪和羽毛等 用于肥料和工艺品制作 此外,鸡还可以帮助控制昆虫和蚊虫的数量 对维护生态平衡也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这些介绍能让你对鸡有更深入的了解